大家好我是老爹 歡迎收看老爹玩心靈王 Yeah 各位觀眾 今天呢我們要來開箱 台灣人所製作的TCG卡牌遊戲 心靈王的大拳套 哇大拳套上面呢 有五盒的起始牌組 然後跟一盒的基本套牌 心靈王這個遊戲呢 是台灣人所製作的TCG卡牌遊戲 不管是繪圖還是遊戲規則 都出自於一個人 也就是畫家命 太厲害啦 他之前有做過最後的經歷 那這次呢他決定來挑戰奇幻式卡牌 在這麼多IP的選擇下 大家不妨也可以來玩玩看 台灣人所製作的卡牌遊戲啦好不好 那今天呢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心靈王的卡牌是什麼樣子 開箱結束之後啊 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遊戲的基本規則 然後還有遊戲特色 OK啦 那麼我們就來開吧 好 那麼我們的大拳套裡面呢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基本套牌組 五種種族的套牌 那還有啊 五盒的起始牌組啊 甜點王國 機械軍團 貓貓 貓貓種族 貓貓賊種族 爭氣世界種族 不始族 骷髏人 不始族 喔 從基本套牌組才給大家看 OK 盒子外觀做得很好 把它打開來 心靈王即幻式卡牌遊戲 基本套牌組 後面有一些遊戲的規則啦 心靈王呢是一款獨特的即幻式卡牌遊戲 那麽裡面呢有種族牌 中立牌 那你可以客製化呢組出一部套牌 然後下面呢也可以看到我們畫家命 藝術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就是我剛說的我們的作者 那我們把它打開 嗯 這邊就有一個簡單的說明書啦 簡單的說明書呢就會跟你說明 遊戲的規則 哇非常貼心耶 印這個說明書啊 那大家打開來呢 就可以看到 五種種族不同的套牌 還有這一個 這是妖精種族 給大家看一下 心靈王的卡牌內容 妖精弓箭手 這是妖精種族的 妖精女王 妖精盾牌 妖精號角 大家可以看到卡片質感其實蠻好的 卡片質感其實不錯耶 不管是正面還是背面 質感其實不錯 而且切割的也蠻好的 妖精預言家 這是一些妖精的魔法 這個呢就是遊戲的規則卡片啦 那除了遊戲規則卡片以外 後面還可以看到 宣言種族 為什麼要 額外做這個 宣言種族啊 這個我待會會跟大家介紹 萌娜麗莎的大笑 這個是藝術品 大雕像 你們看他卡圖其實畫得很好耶 大雕像 納涵 鎧夾擺飾 陌生人 藝術品 這個種族叫做藝術品 很酷 全部都是 這兩張可以合成一張 創世男孩 創世老人 哈哈 星空 哇 畫得真好 那再來 這是野人 野人的種族呢 其實特色是縫合怪 所以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野人 學會做盾牌的野人 學會滑滑板的野人 學不會維修的野人 所以他的效果是拆卸 哈哈 學會投資的野人 這個野人看起來是賺大錢啊 好多各種不同的野人 超級賽野人 哈哈 那接著是特殊旅人 特殊旅人 其實我覺得旅人應該是這個遊戲的 算是主角吧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排背都是 小旅人嘛 白金旅人 老旅人 機械旅人 惡魔旅人 每種旅人呢 也都有 不同的效果 其實畫的真的非常可愛 再來是獸人 這是我最喜歡的種族啦 我最喜歡的就是獸人啦 背刺獸人 菜刀哥 破甲獸人 突襲獸人 女獸人卡薩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張獸人 哈哈 那再來呢就是中立牌 可以自己混進去你原本的牌族裡面 法術也有一些很強的法術啦 就是基本上是你在主牌的時候 一定會放到的 那你可以依照對方的種族 然後來調配自己的卡片 這張是這個遊戲最有名的卡片 山羊樹 可以直接把對方的一個單位 變成一隻山羊 這個山羊後來因為太紅 所以作者直接又幫山羊做了一個新的種族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些卡片啦 那接著呢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遊戲的玩法跟規則啦 那在許多的卡牌遊戲裡面呢 都是打倒對方的單位 就會獲得獎勵 但心靈王這個遊戲不一樣喔 心靈王這個遊戲呢 是你留在檯面上的單位越多 你的分數就越高 大家可以看到每個單位啊 下面都有一個星星嘛 這個星星就表示是你的分數 當到結算的時候 你檯面上留下的星星數越多 恭喜你就獲勝了啦好不好 OK 那麼一套牌組呢 只能夠有20張牌 每張牌不能重複 你不能同一張卡放兩張 種族不能夠混搭 除了我剛好跟大家介紹的這個中立牌以外 種族是不能夠混搭的喔 那遊戲呢一共分成兩種卡片 單位卡跟魔法卡就這兩種而已 那你的法術加總呢 不能夠超過15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個數字嘛 就是你混進牌組的數字 不可以超過15 那單位呢沒有限制 你想放幾張就放幾張 那麼接著我們來看檯面喔 前排戰線跟後排戰線 那麼我們每回合呢 可以下一個單位 對方如果攻擊你的話 那在防禦階段的時候 如果你沒辦法防禦的話 倒了就直接進去棄牌堆 攻擊對方成功 我們先轉是速度小嘛 表示攻擊嘛 防禦階段的時候 他沒辦法做事的話 攻擊成功了 你的卡就會橫置 那橫置之後呢 你的卡就會留在場上 除非對方把你打掉 這張卡都沒辦法進攻了 但是可以防禦 等於說呢你進攻完了 進攻成功 你就是得到他下面的分數就對了 那再來跟大家聊勝利條件啦 當其中一方把牌抽乾的時候 那一瞬間啦 我們會倒數5回合 5個回合結束 比雙方場上的分數高的人就贏了 你今天如果屌虐的話 你也是可以提前結束遊戲啦 如果你場上的單位 大於等於3的話 你可以宣布 欸我要提早Call Game 我要提早結束遊戲 下一個主要階段開始的時候 如果你一樣比對方大了3個單位的話 你就贏了 那或者你的場上分數啊 已經達到15分以上了 你也可以宣布提前結束遊戲 在下一個階段 分數還是一樣大於15以上的話呢 你就贏了 好 那接著跟大家聊一下遊戲流程 一套牌組呢 一共20張 首先是抽牌階段 回合開始抽牌階段 抽兩張 1 2 然後進行防守階段 防守階段主要的用力就是 對方上回合攻擊你的話 你可以在這回合進行防守 看你是要使用魔法還什麼的 你可以在這個回合呢 進行防守 再來就進入召喚階段 召喚階段呢 你可以直接從手上打出一個單位 每個回合呢 只能夠打出一張單位啦 那當然 有一些單位比較強 紅配綠旅人 這看起來就非常的兇猛啊 你可以看他右上角呢 這裡有一個星星2 這表示 他必須犧牲 檯面上的兩個單位 提升掉 才能夠進行召喚 那再來呢 就進入我們的戰術階段 戰術階段呢 你可以二選一 看你是要扁人 可以選擇 這回合我要扁人 那扁人呢 沒有限制速 欸我等下全打 我這邊 全打 你等下全部防守 看你有什麼防 打死你 你可以選擇 進攻 或者是戰術布陣 戰術布陣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卡片啊 移到後面去啊 或者是幹嘛幹嘛的 戰術布陣啊 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額外打出一個 無需忌平的單位 你可以額外打出一個單位就對了 但是你不能犧牲造反 那為什麼要分前排戰線跟後排戰線呢 因為有一些怪會遠攻 然後有一些怪在後排啊 會有特殊的效果 選格子也是這個遊戲 非常重要的 那我覺得這款遊戲 非常好玩的地方呢 有兩點 第一點是 種族非常有特色 每個種族呢 都有自己的玩法 非常非常有特色 再來第二點呢 是每個玩家在戰鬥開始前 都必須隨機組牌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有宣言種族牌的原因啦 你在遊戲開始前啦 你必須先宣言你這場要玩什麼種族 例如我玩藝術品 我就要放上來 告訴別人我玩藝術品 對方呢 就會知道你玩藝術品了 對方也會把自己的種族 先演出來 喔 我玩進化人 喔 我知道你玩進化人了 OK 我知道怎麼克制你了 雙方呢 開始進入主牌階段 組出20張牌在進行遊戲 雙方啊 會進行一個 主牌拼搏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巧思喔 大部分一個種族妹的玩法呢 都有兩到三個 所以你就可以依照 對方的種族來進行克制 當然 這是我覺得這個遊戲 很好玩的地方 每一場遊戲呢 都會有不一樣的 好 那麼接著呢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同種族 不同的特色 首先 先跟大家介紹 藝術品 藝術品呢 為什麼叫藝術品 因為 它只能夠用來觀賞 有許多效果 都是不會被破壞的 橫製的話呢 就不會破壞 為什麼 因為當今天這個藝術品 橫製了 表示它已經 放進展覽櫃裡面了 所以放進展覽櫃的藝術品 是不會被破壞的 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妖精 妖精呢 算是蠻吃你的陣營帳位的種族 妖精的種族特色就是 它的分數 有一些小卡就很高 例如 你可以看到這個小妖精 它是遠程攻擊手 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看它的特殊效果 欸 CASSE 這個XX等於你後排單位的數量 你後排單位越多 你的分數就越高 妖精呢 很容易一卡打出大分數 那再來跟大家介紹 小旅人 也就是我覺得這個遊戲的 算是主角啦 與磁卡同牌的時候 所有小旅人攻擊皆為加一 磁卡攻擊力 與你場上的小旅人數量計算 可是其實你小旅人越多的話 你的整部牌組就越有力啦 小旅人就有點像是 不停的在做一個衍生物 有很多個旅人喔 團結力量大的感覺 再來就是我剛剛跟大家介紹的 我們的 野人 他什麼都會 什麼都能玩 這就不要吃你的主牌了啦 你看到對面玩什麼的話 你就要放什麼樣的野人進來克制他 最後是我最喜歡的 這個獸人真的是好玩到不行 你知道嗎 因為我剛好說嘛 這個遊戲呢 你打倒單位的話就是 輕台而已嘛 因為我們比的是分數嘛 老爹玩起來的時候 覺得少一點快感 我後來玩到獸人之後呢 哇整個感覺的不一樣啦 獸人呢 他有一個特殊效果叫做獎勵啦 當今天進攻時戰鬥成功 你可以得到獎勵 也就是說你今天如果打倒對方了 你可以拿獎勵 獎勵呢 等同於你的分數 你的獎勵收集越多 你的分數越高 這很像什麼 這很像維京人 你不覺得嗎 維京人今天上戰場上戰鬥的時候 他一定要拿到獎勵才爽嘛 我打倒你的快了 我還不拿獎勵 怎麼爽嘛對不對 這就是我最喜歡獸人的地方啦 獸人就是紅卡 不停的攻擊 不停的扁 我不用看我檯面上 有多少分數 不用看 不用算 反正我就是 打倒你越多怪物 我就可以拿到越多獎勵 那還有一張 這個我最喜歡的 女獸人卡薩 當他下下來的時候 轉正你場上所有的橫置 人形單位 我剛有說嘛 這個遊戲進攻只能夠進攻一次嘛 對不對 我今天如果攻擊完了 我就躺了嘛對不對 等於說我檯面上這個就只是分數 就不能再進攻擊了 但今天如果我的女獸人一登場 我檯面上所有場子的獸人 全部站起來啦 看到女獸人一出場 全部站起來啦 哇太好玩了 這牌組 不停的攻擊就對了 好玩哦 除了我們的基本牌組合以外呢 也有其他的牌組啦 我們的不死族 也就是骷髏人 不停的從墓地 復活復活復活 不停的回來 一大多的骷髏人等你召喚 你玩骷髏人 你很像死靈巫師啦 不停的在召喚這些骷髏 再來是我們的蒸汽世界種族 還有一個特殊的充能效果 別人叫怪可能是需要獻祭嘛 但是我們的蒸汽世界牌組 它的特色就是充能啦 你等於是你在 幫一台巨大的機器 灌能量的概念啦 貓貓賊種族啦 這個貓貓種族呢 它有一個特殊效果叫做 偷襲 你今天進攻成功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將你進攻的卡片呢 拿回手上 就代表你偷襲成功了 偷襲成功之後啊 可以觸發你的貓貓種族中 非常多不同的卡片 來來回回蠻需要動腦的 接下來是我們的機械種族 這個大家男生最喜歡的機器人 機械種族它的特色就是 合體 你可以利用特性機械合體啊 把台片上的機械種族啊 合體為更強大的機器人啦 接下來是這個 我們的 潛頂王國種族 它這個種族啊 當今天你要獻祭怪的時候 它不是做獻祭 不會進入墓地啦 而是會將召喚出來的單位啊 做結合 就糖果嘛 黏在一起嘛 越黏越大陀 那這個糖果種族呢 裡面也有很多很可愛的卡片 哈哈 也有很多很可愛的卡片 好 那麼今天呢 所有種族都介紹完了啊 這個遊戲一共有11個種族 但老爹只介紹10個 英文還有一個特殊的種族 叫做山羊族啊 我剛好說嘛 因為那個魔法山羊那張卡片啊 在玩家玩起來太紅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作者呢 他直接創造了一個新的山羊種族 這個山羊種族啊 會在擴充包裡面而已 所以如果想玩山羊的玩家呢 就要去開擴充包 好啦各位遊戲介紹的部分呢 差不多到這裡了啦 當然老爹剛剛啊 只是很初步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遊戲的簡單玩法而已啦 如果想看更多更詳細的說明的話呢 可以上我們的官方網站 或者是現在YouTube啊 也有很多教學影片可以看的啦 影片的重點是開箱嘛 老爹要來開這個最重要的東西了啦 我們的銀包啦 我們的特殊卡包啦 你要先看高版本 你才知道你要不要玩嘛 對不對 來看一下我們台灣人設計的高版本卡片 有多麼的厲害啦好不好 那麼我們在這個集資的 終極大拳套方案裡面呢 就會贈送這個 五包的卡包 跟兩包 額外的必中包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開這 五包卡包加這個必中包 高版本必中包 來看看遊戲的高版本 長什麼樣的好不好 好 那麼我們先開五包的卡包 我們來看一下擴充包裡面 有什麼樣的卡片 嘿 開出來了 喔 辛苦 喔呦 閃卡 漂亮啦 都是閃卡 哇夾娃娃機 這是機械族的嘛 機械合體 喔可以做機械合體 然後閃卡的黑貓 可以用偷襲 然後我們開到一張三羊族了 這是我們第一張三羊族 欸 其實這卡片做的很好看耶 仔細看一下 哇 有一點浮雕感 它的框線是金鑽的 欸很好看耶 台灣的卡牌遊戲啊 做成這樣啊 非常棒啊 還蠻好的 欸 又一張偷襲 飄飄貓 然後主要階段兩張魔法 跟兩張閃卡 觀光阿姨 這個觀光阿姨啊 旅人牌組會放啊 我的獸人咧 至少只有開一張獸人 來 再來開 鹹骨 喔有一張獸人了 有一張獸人了 喔 一樣是我們雕磚的藝術師 復原魔法 奇異妖精 喔 藍三羊 三羊寶寶 獸人目前只開到一張耶 三羊真的很好可愛喔 還是 大家可以來玩三羊 寶寶三羊 此卡可以四圍三羊柱發動 哎呦 獎勵加三耶 此卡成功戰鬥破壞敵方的三羊石 獎勵加三 這也太強了吧 所以我可以用三羊柱 把對方先變成三羊 然後再用藍三羊把對方打掉 喔 好酷喔 給個一張閃獸人吧 喔 臭臭三羊 機械小豬 忍貓 死場 閃電三羊 還是沒有 獸人 好 那麼接著下來呢 五包卡包開完 我們要來開必中刀了 這卡包開起來還蠻過癮的 因為幾乎每包漏三卡 來 逃脫 貓貓賊卡 甜點卡 中利卡 獸人寶寶 有了 立即 加獎勵一點 此卡回首牌子 獎勵再加一點 然後我們的高版本是 末日醫生烏鴉 這就是這個卡片的高版本 全圖 這個全圖的感覺吧 浮雕桿一樣做得很好啊 末日醫生 蒸氣世界的卡片 這不是封面怪嗎 蒸氣封面怪 這封面怪很帥 它的高版本 做得真的很好耶 好 最後一包啦 不會我一張獸人閃卡都沒有吧 來 山羊學院 每當你施放山羊術的時候 成功獎勵加一 這個也太強了吧 鋼鐵哥 霍甲小兵 中立單位 火把骷髏 好可愛喔 我們第二張高版本開到了 骷髏小妹 火把骷髏小埃尼 同樣是我們 不死族 骷髏人牌組的封面怪 還蠻好看的耶 這些卡片 這高版本做得很好耶 SXR做得真的是有點好 OK啦各位 看完今天的開箱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 躍躍欲試 覺得這個遊戲非常的有趣啦 我覺得在一個 那麼多卡牌遊戲 上市的一年啊 不妨選擇台灣人做的遊戲 來玩玩看 畢竟是中文的 規則也淺顯易懂 大家可以跟你的朋友 一起來玩玩看這款心靈王喔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加入心靈王官方的LINE 也可以進去官方網站 查看更多的資訊 想購買的話呢 也可以到集資網站上去看一看啦 好不好 那麼給這款遊戲幾個建議啦 我覺得呢 可以新增 哥布林種族 打女性單位 可以增加效果 哈哈哈哈 喔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歡獸人種族 這個獸人種族 打起來真的非常有快感 各位有興趣的朋友呢 趕快來加入這個遊戲吧 好不好 今天開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 或來我粉絲按讚 有任何問題呢 都會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看完了今天的影片呢 你最感興趣的是 什麼樣的種族呢 也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喔 也不要忘了追蹤我們的 畫家命 我們的心靈王 那麼下次見了 掰掰 嗯 我相信在電燈